那礦場抽地下水的量是大到嚇死人 每一年他要抽走大概一千個游泳池的水 Hello 大家好 我是Kenny 那今天這條影片就算是2000個訂閱 Special Video 這樣 首先再次感謝大家的支持 越來越多人開始subscribe我的頻道 題外影片 也是非常之開心的 那今天這條影片就是想拍一些比較關於我自己工作內容的影片 因為之前都有拍過好幾次 就是出去Field Trip也都拿相機跟我一起出去 那出來觀眾的反應也是不錯 也有很多觀眾朋友想知道更多 想了解更多 所以這次呢 就再跟大家 再深入一點去了解我平時做事是做些什麼的 那我上一條影片我就問過大家 就是想知道些什麼呀 那有一位觀眾朋友就問了一條很好的問題 就是想知道西澳的礦場到底在哪裡 還有有什麼因素 令到一份屬於礦場的環評報告 和一份屬於非礦場的環評報告 兩者有什麼大的分別呢 所以今天我就想跟大家由淺入心 去了解一下環評這件事 和在環評角度 礦場和非礦場的分別 首先那些人經常說環評、環評、環評 大家都知道環評就等於環境評估 那到底實際上它是什麼呢? 那我可以用一個超簡單的概念 和大家去解釋 其實我們只是看 before和after的 假設我們是建一條公路的 那在建之前 我們當然要看看它本身周圍的環境 是有什麼 例如這裡有某某樹 某某雀在附近出現的 那跟著我們就要預計了 建完這條路之後 對環境是有什麼影響呢? 譬如你可能要剷平不知多少畝地的 那你才可以建到這條路 那你剷完這幾多畝地之後 跟著某某雀、某某動物 就可能會因為這樣而沒有了它們的棲息地 那所以其實環境評估是有些是憑空想像 去預計到底有什麼事是會發生的 那如果你建這條路 對環境影響實在太大了 譬如這種樹是會完全絕種的 夠極端了吧 那我們就需要一些措施 甚至去改這條公路的設計 務求將環境影響減到最低的 那有時見到在電視 未必有些激進分子的 哦這些做環評的 經常在搞亂 什麼都反對發展 最好什麼都不要起 各位觀眾朋友 千萬千萬不要誤會 我們是沒有那麼大power 去阻止一個基建 阻止一個礦場的發展 我們是沒有這個能力的 但是我們只是秉承一個準則 在你發展的同時 對環境的影響要是盡可能減到最低 我們要as low as reasonably practicable 我們做的職責就是這麼多而已 不會有什麼再更大的power 去令到我們有更多的 responsibility 所以很簡單 環評的概念就是這樣 回回回回答這位觀眾朋友的問題 西澳的礦場到底在哪裡? 其實整個西澳大部分的區域都是礦場 單單在西澳 我們就已經有125個運作的礦場 這些礦場主要分佈在三個區域 第一個區域就是北部城鎮 Caraffa Porthetland Tom Price附近 我們看到藍色一點點的 這些全部都是Iron Mind BHB Ru Tinto FMG MIMRES 這些大公司都有礦在礦場 下來比較近 Perth 內陸我們有Goldfields Region 說明是Goldfields 所以主力就是掘金 黃色一點點的全部都是金礦 西澳最著名的金礦就是Nealcrest的Bornington Goldmine 以及Kalguerle的Superpeat 這兩個金礦連產都是幾十萬盎司的金礦 上次Worktrip的時候去Kalguerle的時候 都有跟大家提及過 回回海岸線 我們叫Southwest 主要是稀有金屬 例如Titanium、Sicronium那些 這些礦場相對來說 沒有那麼大 連產量也沒有金礦、鐵礦那些那麼誇張 但是很多加工廠都會設置在Southwest region 因為方便一些礦加工完 就立即沿海岸線上船出口就買到其他地方 除了這三個主要area之外 其實都有很多零零星星的礦場 散步在西澳不同的位置 所以如果你說要我和你慢慢細數 西澳有多少礦場的話 可能分分鐘數到下個星期都數不完 因為真的實在太多太多太多了 而且這些還在Active的礦場 大部分都還有起碼20年 所以Mining在西澳 其實都還是有時間去玩的 來到我們了 真的真的要幫一個礦場 去做這個環境評估 那麼我們有什麼環境因素是真的需要我們去評估的呢 那麼首先在這裡 我就先讓我講一個簡單一點的 從非礦場的例子講起 那麼我這裡就有一份真實的環評報告 是real example來的 就是說Synergy想發展一個風力發電場 大概會有30個這些大型風車 那麼它裡面這裡也有交代到幾個環境因素是比較重要的 第一就是植物 我們叫Flora and Vegetation 那麼合理啊 那你可能要剷平一些樹林 你才可以有位置起風車的嘛 那接著就是地形了 那這個就其實比較冷滿一點 因為不是每個project都需要去到 剪山頭修改地形 那麼我不斷立了這份report 那麼它們就會說打算沿著山直起 所以對地形的影響就會非常小 雖然說這些影響是比較小 但是其實我們都是要寫出來的 我們不可以說 你這個project對地形沒什麼影響 那麼我們就完全無視了它 我們是不行的 最多我們說 因為影響本身其實不太大 我們不會有什麼特別措施 去管理這個risk 去管理這個impact 那接著就是動物 我們叫Fauna 這裡就很明確指名陸地上的動物 我們叫Terrestrial Fauna 因為動物 我們可以再細分為水裡面的動物 Marina 以及地底的動物 我們叫Subtrainian Fauna 但是這個case 風力發電場 主要就是針對鳥的 因為鳥不會知道什麼是風車的嘛 它可能會突然 塞機無神就飛到去 然後就一二捲爆了 還有其他社區性的影響 例如噪音 土著文物 歐洲殖民時期的文物 以及視覺上 其實都是關於平時的 當我們confirm了 這個project大概會影響這幾樣東西 我們就會真的開始做不同的考察study 去真是落西 去記錄下附近會有什麼草 有什麼動物 有沒有文物 又或者起完之後 視覺上出來會是怎樣呢 再去跟回政府提供的指引 去評估到底這個impact會有多大 如果這個project是大大鑊的 影響深遠的 我們就要想辦法去降低這個影響 所以這個風力發電場 其實是一個很typical 地面project 一個非礦場的例子 轉過頭 我們看完這個風力發電場 那如果是礦場的故事又會是怎樣呢 礦場和非礦場在環評角度 除了我剛才說的那幾樣東西之外 最大的分別呢 我們就是要兼顧水資源這件事 為什麼我會這樣說呢 礦石其實全部都是地底 它是一個地底資源 你要開礦的話 你就要爆個地底 坐個地底 鑽個地底 你才可以會有礦出來的 但是在這個世界上 我們是有地下水的存在 所以礦場一定要抽走地下水 它才可以開始運作的 礦場抽地下水的量 是大到嚇死人 它們每年抽的水是以Gigaliter計算的 那你可能問 Gigaliter是什麼概念呢 一個Gigaliter的水 就大概等於450個標準奧運游泳池的水 那普遍礦場 一年起碼都要抽走2-3個Gigaliter 即是說每一年它要抽走 大概1,000個油泳池的水 是不是很誇張呢 那你抽這水上來了 就不是說我搏一條喉搏隔壁街 就噴走去那邊 哪邊處置了它就算 是不行的 地下水我們都有淡水和鹹水之分 水自己本身的酸鹼度和鹽的含量 都會對環境有不同的影響 所以我們就要根據水的類別 而想辦法如何處置這1,000個油泳池的水 還有近這幾年 西澳政府是比較著重 Cumulative Impact這件事 Cumulative Impact的概念就是 假設你旁邊都是有另外一個礦場 你兩邊同時運作 同時抽地下水 它所出來的影響 有機會是1加1大過2 所以在Cumulative Impact這個perspective 在環境上面其實是一個棘手位 我們要去Adress 去了解到底這個Cumulative Impact的程度 是會有多大 還有你抽地下水 你就會影響附近的狼夫 可能沒有水用 還有我剛才說的 地底動物 例如蝦毛那些 它們都是完全依靠地下水去生活的 如果我們抽走地下水 那它們就無謂住 那它們就會滅亡 所以在環境角度上 我們也要考慮這兩件事 礦場除了會影響地下水 我們叫Ground Water 也會影響地面的水 我們叫Surface Water 那礦場挖完礦之後 就會加入大量高濃度的化物質 去提煉礦的成分出來 還有每一個礦場 它們提煉的方法都未必是一樣的 舉個例子 就好像廚師一樣 你叫10個廚師去煮一碟咕嚕肉 它們下鹽、下糖、下醬汁的成分 都未必會是一樣的 所以就算 你說西澳北邊 全部Iron Mind 它們都是挖同樣的礦也好 它們提煉的方法不一樣 所以出來對環境的影響 都未必會是一樣的 還有 金礦和鐵礦是出名地毒的 為什麼我會這樣說呢? 因為金礦 它們需要用到清化物 去提煉金出來的 以及鐵礦會產生含有 硫酸成分的廢水 即是這些禁毒的物質 我們絕對不可以讓它們 跟水流出去的 否則 方圓幾公里的生物 就真是混蛋了 那你來到這裡 可能就會產生一個問題 喂 那它們的廢料 廢水擺在哪裡? 那我在上條片 不是說我自己要印本ebook 是Tailings Management 那Tailings 直譯中文 我們就叫尾礦 實際上它就是沒有價值的廢物 而且因為它們是經過化學處理的產品 所以它們的成分 含有很高的重金屬 很多收塊 甚至乎有放射性物質在裡面 所以簡單來說 這Tailings是非常非常非常之毒 我們通常都會特別去建一個坡 就放了Tailings 進去 這樣就可以避免到它們污染附近的水質 那如果這麼不幸 它們可能有些滲漏的情況出現 就會污染水質 接著就連帶性 影響泥土 泥土影響植物 植物影響動物 一連串骨牌色效應 那當然這副骨牌有多厲害 就師傅它漏多少出來 而這個霸 也都要設計得很好 如果設計不好的話 就會崩塌 崩塌不單止是死人那麼簡單 你要花不知多少十年 要花不知多少個億 才去搞點彈蘇州市 那所以如果Tailings倒塌的話 是一個環境災難來的 所以論複雜性、多變性 礦場的環評是會比起樓 起公路的環評複雜很多 也都同時是好玩很多 但是也都頭痛很多 就是因為它不單止是起那個時刻 它還有在礦場運作那段期間 我們在環評角度 都是需要考慮這個因素在裡面的 故事其實都還沒完的 我們還需要考慮Mind Closure這方面 但是今天這條影片我就不詳細多說Mind Closure 就是怕大家負荷不了那麼多的新知識 那希望我影片裡面說的內容 其實盡量我都說得是非常簡單 用字清晰 希望大家不要想得太複雜 也都可以簡單地能夠明白到 環評到底是一個什麼概念 那好啦 這條影片就來到這裡 希望大家通過這條影片 就希望了解更多環評這個概念 也是我平時上班要做的東西 是不是很過人呢 那如果大家喜歡我這條影片 就記得給個like我 subscribe我的channel 開我的鐘仔 那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是這樣的 拜拜